ETtoday有一個新聞雲的民調 他說市長在防疫的初期表現很突出 獲得民眾的看好 前次的排名有第二名 但是後來受到台北市有很多陸續的群聚感染爆發 然後被點名說疫調不實 下滑到第六名 請問市長怎麼看這個民調 還有侯友宜他在32位政治人物中 看好處都是第一,您怎麼看 民調本來就是高高低低的 所以不用太在意 特別是疫情緊張的時候 當然大家會比較聚焦在說 有醫療專業的人 所以民調自然會比較高一點 那疫情趨緩的話 就會回到比較常規 所以這個民調高高低低 我本來就預料得到的事 本來就預料中的事 不過有些事情 我們還是要講 有些事情並不是說媒體所報導的那樣 像以前一直在講台北什麼不做疫調 我跟你講不做疫調可以兩個禮拜就控制住疫情 然後每個壓到一天只有這樣各位數 甚至一個兩個這樣 所以常常是這樣 我也知道那個是一種 新聞操作的認知作戰 我們也沒有掌握媒體 你知道 所以在媒體上常常人家怎麼抹黑你 我們也是束手無策 但是我相信啦 只要認真做還是會被大家看到 我跟你講這個疫情你知道 我覺得雙北 不管是我或活有餘 其實在防疫工作我覺得做得還算不錯 不然的話 沒有辦法這樣控制下來 你看其他國家都很慘 死傷慘重 我們事實上還算表現不錯 所以就是這樣 認真做事這樣就好 剩下就給上天去決定 再見